美中科技戰趨勢之下 我們看到美國政府不僅是在對AI量子力學 以及國安領域開始進行對中的技術管制 而近期有知名大型投資公司紅山資本 就宣布把中國和美國的業務分開 我們請教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 與經濟系合併教授蔡明芳 我們知道紅山資本過去是投入大量資金 在中國的網路科技而聞名 您是怎麼觀察這次分拆的一個主要原因 而這是否將牽動的外資加速撤離中國 我想我們看到美國這麼大的一個投資公司 紅山資本 他在最近這幾天已經宣布要把他自己的核心業務 把中國跟美國拆開 我想這個東西就代表說 美國目前的一個科技管制的一個力道 其實已經越來越嚴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要注意到紅山資本 他看到這個我根據這個他們這個媒體的一些報導 紅山資本他跟中國跟美國的業務拆開 這個拆開其實是拆的相對比較徹底的 因為他把他的資訊系統他的IT 他的財務他的會計 會全部都把他切得一竿而盡 那會這樣切最主要的原因 我想 最怕的當然就是說 有可能這一些這個投資公司過去他們可能藉由他們對美國產業了解 以及對於中國產業了解 那希望有美國的產業 然後他比較大的這個技術優勢 就是來跟中國當地的產業合資 然後來取得這個中國 這個當地的一個市場 我想這是過去 很多公司他們會 想到 會希望可以達到的一些 這個投資目的 那 一旦美國政府對於中國的科技管制 趨嚴 或越來越嚴格的情況之下 我想這樣的一個技術合作的可能性 幾乎是完全已經被禁掉了 所以我想一方面 洪珊也必須要去回應美國政府 在CIFIX這些 科技出口管制等等的這些相關的這個管制措施 的一些這個要合規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想洪珊 他現在把中國跟美國的業務切開 也代表了他未來如果面對中國政府要求洪珊資本 必須要把他 相關的這些審查資料要交出來的話 他也可以就是完完全全的切開美國 方面的一些投資相關的一些資料 因為他已經是完全一個 我們可以說他不是美國洪珊資本 他是中國的洪珊資本公司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你即便要看 你也只能看到 這個中國相關的一個資料 那我想對於整體 洪珊資本來講 會是相當 相對比較會有保障 更重要的是中國近期推出的這些 反間諜法 其實也影響了很多 外國資金進去中國投資的一個信心 所以我想 洪珊在目前這個時機點做這樣的動作 第一個 就是美國政府的一個科技管制 確實在奏效 而且是越來越嚴 第二個 就是中國政府當地本身 對於中國當地這些廠商的一個介入 干預也越來越深 所以企業基於要保護自己的一個母體的話 他也必須要做這樣的一個選擇 畢竟 資金的移動當然可以很快 但是因為你在中國投資的資金 確實是 我想在過去 許多外資在中國投資的資金累積 是蠻龐大一個數目 那這些資金 當然沒有辦法在短期之內迅速的離開 但是至少我可以直選 不用再繼續 進入中國 就用中國 所賺的錢再繼續在中國投資 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當我們看到 紅山資本 他有這樣的一個 投資行為的改變的時候 是不是代表 這些外國企業 或外國的資金 對於中國的投資的信心在下降呢 那我想這個問題也是非常非常明確的 因為我想早在 紅山資本 做出這個決定之前 過去我想全世界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新加坡的一個主權基金 AIC 他在近期 也開始要去減少 在中國的一個投資 那像加拿大的一些退休基金 他們也開始宣佈 要減少在中國的投資 也就是說 未來這些外資要進去中國的可能性 其實是越來越低了 那這也反映 就是現在整個民主國家 跟中國政府 他們本身的一個矛盾的一個現象 或者是這個衝突也越來越多 大家不要忘了過去美國華爾街的投資人 莫比爾斯 他在 上海本來要把他的資金 撤出來的時候 他是沒有辦法把他的資金撤出來的 那他也公開呼籲大家 就是不要到中國去投資 那不要到中國去投資的原因不是因為他看壞中國 看衰中國 而是因為他到中國投資所賺的錢 這些錢是拿不出來的 那我想對所有的投資人都一樣 如果你今天去投資 那最後你的錢拿不出來 那我想你最開始 你一定不會進去投資 你不要到台灣還是馬上去賣力的 你不要到大陸 裡面沒那麼多